他就说这东西就应该是我歪歪的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葛红药膏 益筋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益筋药膏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益精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红牌 桂龙药膏 那我想问一下 按你们的意思 现在不是妈妈想要这钱 是妹妹想要这钱 对 妹妹现在是不是有什么经济上的困难啊 她急着要这钱 她经济不困难 她这三居室 比我弟弟这个两个一居室还值钱呢 现在这三居室卖给一千二百来万 那您这一块现在生活状况怎么样啊 现在家里面开销怎么样 身体状况怎么样呀 你看啊 我这是小儿麻痹后遗症 我还有残疾症 有糖尿病 那每个月都要吃药吧 我都吃补物品 吃药也不少 她眼睛就是眼睛也看不清楚 就有点花 就有病到这份了 现在就想健康是第一位是吧 对 健康就是什么都不重要 就这意思 所以我们家庭和生活 钱都用在看病上了 对吧 就这意思 那她把这二十七万要来 是母亲要用啊 还是 她是店家给她儿子买一居室 击婚用 您为什么这么想 是母亲给你倒倒过还是 过来了这个三居室 她要卖了 换一两居会议计 我母亲不同意 我母亲的意思是 我不同意你买不了 那房子是我父母出的钱 明白了 那今天大概了解了一下 家里发生的事情 那我最后再问一下啊 二十七万您觉得应该还 还是不应该还 不应该还 那家庭财产呢 还得分我一部分 因为我付出了 那我来问问弟弟啊 您怎么看 我觉得是应该还的吧 你打不然一打借条 什么意思 您觉得要还 那家庭财产这一块呢 您觉得有没有您的份额呀 那属于父母的 这应该有我的 所以你也主张 家里面这个家庭份额 要重新分清楚是吗 对 那这个二十七万 刚才大哥也说了 他为家里面也付出了很多 然后觉得当年 包括父亲走的时候 包括以前也说过这事 不用还 您知道吗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 但您觉得是打了借条 就要还是吗 对 那打借条有什么用吗 弟弟的话 让人大吃一惊 按他们所述 母亲偏爱妹妹 并且把大部分财产都给了她 那他们应该去和妹妹交涉 以求公平分配才是 为何弟弟反而认为 哥哥应该还这二十七万呢 这里面到底有何隐情呢 带着这些疑问 寄着拨通的孙先生妹妹的电话 他离时啊 一大哥说是 这口子是您自己买的 是您自自带的 是您人家的 那他不说呢 我是买我公务的 我们什么手续都有 这口子才先 送他二十七万 吃他几个月之后吗 那我一天呢 您说我妈我爸 那我说是农民吃一味 少 他一来都我一样了 两口都有病 草莓病 西洋病 什么血压痘 那不吃药 不花药 您说说 这二十七万 能是不是让是母亲 取出来的 还是您取出来的呀 听到这儿 我问问今天咱们现场的观众 你们对这二十七万怎么看 你们觉得要不要还呢 我听听大家的想法 我觉得不应该还 哪个父母都给孩子着想 再说你有三个孩子 老大爷也做个贡献 我觉得不应该还 我跟这位先生的观点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还 这二十七万 你别打借条 这不用了 打了借条 你就应该理应 你这借条这个